嘿,我的臭宝们,今天给大家讲一件超级离谱的事儿 就在北京的圆明园,有个女的在乘船游玩的时候居然把鞋脱了,把脚伸到湖里泡脚 这也太过分了,工作人员和其他游客看到后赶紧提醒她,说这样做很危险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,这个女的不但不听还反呛了一顿 她说别跟我说有危险的事,你这样做我们都很危险 我还未成年,我家是富二代,我家有钱 反正罚的是你不是我,这话说的让人又气愤又无奈 景区的工作人员说,泡脚是不允许的,既危险又不雅观 虽然目前没有处罚,但是关乎个人素质的问题,海底是靠乘客自觉 这位姑娘,你家里可能是不缺钱,但是你一定缺教养 咱们说圆明园是什么地方呢 那可是咱们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,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的历史故事 你在这里泡脚,简直是对历史文化的不尊重 再说了,你都16岁了,也该懂事了 你们家里有钱,那是你爸妈的本事,不是你自己的本事 你要是真有本事,就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别人的尊重 而不是靠家里的钱来任性妄为 大家有什么看法,快来跟我一起讨论吧 我们下期见,拜拜